今天架勢了, 开来见功夫 有什么指教呢?精彦 永小合, 你好, 你好 我最近看一套这样这样去的 那套貌似徐锦刚的超级英雄片 头发长一点多一点,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提它呢? 原来它最想起杀敌的 其实没有杀敌是自己的亲生弟弟 一看就知道是我们中国棍法 表面是三叉击, 实际就是中国棍法 我们今天的嘉宾何师傅将会耍一套棍法 看看能否看到里面的绝招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 何敬德师傅, 你好 你好 许晟刚才叫做棍棍生风, 是吗? 是的, 虎虎生威 是的, 我刚才有一刻看不到棍子 因为速度太快, 只是感受到气流 刚才厂好像开了风扇 而且这个彩排和我们真正拍摄真的有分别 彩排你看到一些招式和步法 就着你了 哇, 气势真是一按摩棍的时候, 是吗? 心头一振 是的, 何敬德师傅的千金 是 何希彤, 是吗? 何希彤是山东人, 是吗? 是的, 是山东人 一看身形, 是吗? 就知道我是练武之人 以前拿着个铜锤那些 不看得都能吓得下 也请教一下师傅 师傅本身是山东人 是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你的资历都很丰厚 就是全国不同地方 海外各个方面 都有你训练留下的汗水 也都有你表演 大大小小不同的舞台 可以帮你简单介绍一下 你的练武的经历 尽量讲广东话 我们又帮你翻译一下 我广东话真的… 女儿比较聪明 比较聪明 对, 比较聪明 英文也比较聪明 我大概是在四岁时候开始学习 四岁就学习 四岁? 女儿呢?你是不是从四岁开始? 我正式来说是六岁 你六岁 你比女儿比较早 那你家族里面 你是最小的 还是你家里有其他的成员 都是四岁就学习? 只有我四岁 有两个哥哥 两个哥哥有没有学习? 二哥有学 但是他中途就退出了 明白, 你坚持了 是不是有人不够你打呢? 被弟弟打到鼻肿念青 他比较懒一点 他比较享受生活 就是练武术也是要很努力的 维勤士岸 学文学母 师傅从四岁开始练武 那之后呢? 之后我去了 差不多十岁就拿了全国的一些少儿组的冠军了 哦, 少年儿童组的冠冠 那国家就看到OK 都学了六年 是, 要不要进入国家队进行培养 国家队 对了 即是导师了 对了 就给你一些生活用品 吃住 哦, 即是等于入营 这样去特训营 是, 专业学生 差不多在17岁的时候 那我听说北京武术队 李连杰的师傅 北京武术队 李连杰师傅 是, 吴斌先生 又回到北京武术队 那我说我要投靠他 因为他把李连杰训练成全国冠军电影明星 哦, 即是训练李连杰的师傅 你就再去 是, 找他 是, 拜师 那就是进去有七年 是 那也传后很多年了 对了, 我差不多 现在都练了快40年了 我想很多人就 见到就是 武术 或者我们广东人叫打功夫 打功夫 就觉得真的很好看 对了, 作为一个体容 作为一个表演艺术 但其实我最后想跟大家说 其实何师傅是很忙碌的 他特意, 我们量了很多时间 才聘到他和女女上来 而且何师傅的太太 都是世界武术的冠军 你是世界武术的冠军 你是世界武术的冠军 冠军 拳军 是 太太也是 都是冠军的冠军 都是冠军 是 女儿也是冠军 是 她拿了三次金牌 是吧 不如你自己讲解一下女俠 你第一次是多少岁拿 第一次我是10岁拿的 现在多少岁? 现在差不多13岁 差不多13岁 12岁 短短三年就已经前后 拿过三次世界冠军 第一次是哪里拿 第一次是保加利亚 欧洲拿的 第二次呢? 第二次在韩国 都是冠军 亚洲拿的 亚洲拿 第三次 第三次 是去年 是去年的巴西 那都去了欧洲 亚洲 亚洲 美洲 都去了 是 不同时区 都是用棍術来比赛 是 那除了棍術之外 你还有练什么? 我之前除了棍術 还有练初级长拳 但是由于我年纪大了 少少 那 武术世界很竞争激年 我升了 现在正在练蓝拳、蓝棍和蓝刀 好 虽然爸爸在 爸爸也是师傅 对吗? 你直接告诉观众 可以 其实你最初学拳和棍 有没有被人逼的? 整件事是怎样的? 还是说 因为经常被爸爸打 所以都要乘一技旁身才行 你会跳过来的 其实是怎样的? 就是爸爸说 他四岁一直练到差不多成人 刚才说到十七八岁 那你自己 现在十二、三岁 其实一开始是怎样开始的? 一开始我看到爸爸妈妈在教人家 其实我觉得武术很有趣 我看到爸爸妈妈教人家 不是看到爸爸妈妈对打的? 不是 你觉得很有趣 那就看了 是的 但是也有其他运动 有没有给他学其他运动? 也有学弹钢琴 有弹钢琴 有弹钢琴 溜冰 流冰 但是也很丰富 对 因为我那时候 我和妈妈都打功夫 也是演员 那我在想 如果有一个女儿 会弹钢琴 有一天我喝一杯红酒 听一下钢琴 就是想着都是艺术方面的 但是没办法 基因为全 就是 何师傅想着酒杯敲钢琴 是 这个文静点 文清点 对 始终基因和环境 对 到最后她都选择打功夫 都是打功夫 是真的有兴趣的 有兴趣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都挺好问何妹妹的 因为很多时候 人们会觉得 女儿是否应该文静一点 斯文一点 我觉得这些就是 那些续套的想法 其实男女都可以学武 而且亦都可以 发挥得很好 是 那你有没有担心 我女儿学武 回到学校不知怎样 你有没有 不会 因为其实你学武术 都有分男生和女生 所以你不用担心 和男生和女生一起敬 所以我觉得Winsome 不用担心 你看看她的衣服 多骨子 多漂亮 瘦花 那你现在就算是升了上中学 是 那你现在是读国际学校 是 那你会不会回到学校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是世界冠军 是吧 会不会大口一声 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他说 搞笑什么 他说 他的反应是你搞笑什么 他说 我的心态经常都是这样 所以其实你在你学校 有很多不同国籍的小朋友 各个方面 第一 他就知道你 在耍棍那里耍家 第二 是不是同学知道的 同学知道的 很难不知道 不是 现在那些超级英雄是这样的 回到学校 他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是否都知道 是不是都知道 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的同学 譬如不同国籍 或者肤式的 他们是否都有学国术 他們其實是…之前是沒有的 自從我進了這間學校 爸爸媽媽就去教他們 中文加上課 你回到學校教了,朋友 這個學校叫ASHK 它全球有15家電視 這個老闆非常喜歡中國的文化 就是他看到女兒 然後就想找你教 他們一看女兒那麼優秀 說不如我們給你的女兒獎學金 即是不同國籍的學生都有學 是 難不難教呢 因為他們是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 還是有區別的 有什麼分別 即是國際學校的小朋友和… 比較自由一點 自由 即是紀律問題 散漫一點 對,很散漫 到後來就是我們一進去看 女兒很有自律 其實中國功夫武術教我們 就是一個很自律 很尊重別人 即是見到希童 是 比較有自律 是 有耐性 是 於是乎就覺得 其實都是另一種學習的方式 是 可不可以到我們學校進行教 不過有一件事 我又很想和觀眾等等分享一下 就是說 其實不只是一個運動 一種表演形式 而是真的有很多出路 那至於有什麼出路呢 回去跟大家說 是 歡迎大家回來開禮見我 賀師傅 是 賀少俠 精爺 是 永爺你好 真的搞到我 立刻有一道氣在那裡 在丹田上來 就是我少年的所有美好的回憶 就是認識我太太之前 全部回來 剛才師傅說過 她成長的經歷 其實成年之前 十七八歲之前 都是武術 後來我知道 甚至認識你太太 你太太也是香港武術的一個大家 是的 你怎麼認識 是不是比武招親 不是 因為之前 我是在北京武術隊 在北京武術隊 在北京武術隊 像一個孟之隊 厲害 夢師隊 夢師隊 即是 李年紀 吳京 是 他們的師父 是的 師父最厲害 培養了很多的世界冠軍 很多的武打年輕 真正一代宗師 是 是 太太那時候 也是香港隊的代表 是香港隊的 是 太太就是香港隊 去北京隊訓練 是 去到Dream Team 對 交換生 是 我和你打過的 不是 都是打不相識的 是 我有教她 你有教 是 當年周伯通 就是這樣出了自己 因為他是北派的 他也是練棍術的 北派的 棍術的世界冠軍 是 我那時候是 中國的 全中國的武術冠軍 就是棍術的 以棍 是 論棍 也會有 對 以棍會情 對 以棍會情 師父開始臉紅了 那要問女兒 要先轉移一下 對 爸爸說了 他成年之前 甚至沒有 在那裡 邂逅了媽媽 你自己 練武術 剛才說 六歲 開始學 學 有沒有說 你想著 我學到哪一個境界 或者學到哪一個年歲 或者是 什麼原因 我想著可能學到十七八歲之後 就可能 比武招親 不是 就不學武術 可能轉移到別的路去 為什麼呢 你現在學得這麼好 三周冠軍 已經是 因為我覺得 這個人生之餘 在不同方面去發展 不是單單一條路 爸爸不介意的 不介意 事實上 是不是兩代人 那個雜母 真的不一樣 就是成長 或者在內地學母 和在香港學母 是不是又不一樣 其實他們生活在這個年代 和我們的年代不同 因為他們現在很多的高科技 電腦 太多的資訊 是 那我們不可以控制他們 所以我只是說把武術的精神 傳遞給他們 武術的精神 是 將來他們走世界 任何的不同的路 想到武術 碰到困難 我可以堅持就好 就是用武術的態度 去處世 是 面對人生 去處世 但其實以前尹師傅 這樣才算 尹師傅 是不是都已經很不一樣 你有什麼補充 剛才 韓師傅 不是好像孫悟空 被人摘了個山 接著唐針就走過來 幫我撕了個椒子 是 由師傅去找他 反過來 何師傅去拜師的過程 其實都 其實那個都一個感恩之類 是 因為那時候我要拜師 要 因為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的 是 因為我自己要坐火車 然後坐了一夜的火車 然後走到他面前 求他介紹我是誰 是 我想成為你的 真的要上山學藝那種 是 所以證明高鐵為何這麼厲害 如果今天就不用坐火車 所以真的太厲害了 其實我到今天 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 是 其實都是非常感恩 我人生中 都是 認識了一個很好的師傅 是 很感恩的 很舒服 那 那 少俠呢 我學許青說 少俠呢 你覺得武術是甚麼 或者如果我們說武術 就是那個表演 或者那個技術 是 沒有德 或者沒有道 他怎麼教育你呢 是 教育你 是怎麼說出來的 其實 武術就是教你怎麼做人 你不會故意去隨意打人 要控制自己 還有感恩呢 就是你要感恩自己的師傅 或者各個教練教你的東西 那 剛才爸爸也說到 比起當年內地 我想香港不是只有一個物質條件 而是說 機會 資訊 很開放 那你自己在香港成長 又有這麼小的雜務 你覺得 一會兒我會知道 我自己的體會 小弟也是練武之人 你覺得 有吃怪野粥 你這十幾年 十二三年 你覺得香港的武術 這十幾年這麼蓬勃 你怎麼解釋呢 我覺得 因為是在 香港武術聯會 一個機構 他給我們很多資源 香港體育學院 都會給我們場地 那 武術聯會就會選人 選完人之後 就可以在體院裡面練 那 都是好像集訓 即是系統化了很多 對 比起你那個年代 再有系統 再科學化一點 對 還有 還有一些測試 還有 體能房 還有 都會包你一頓晚餐 其實整個環境 硬件 包括訓練 科學化 其實可能體院 或者聯會各方面 都做得不錯 師傅現在就 當然了 師傅跟女兒不同 和女兒 還在學生的階段 師傅 坦白說我們香港人 搵食很現實 似乎香港 不是就是訓練條件比較好 就是香港作為一個武術家 或者是一個武術的表演者 其實在這方面 譬如我們的發展 各方面的機會 其實都不少 是 其實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城市 是 它融合了中方西方 有很多 很多種不同文化 不同的文化 但是你的出路來說 你的出路 譬如 很多人就說 我只是學完練舞 強身 健體 收心 但是有沒有出 我看你很忙 你說一月已經 老實說 告訴大家 我們故意很難 才算好期 差點一月到十二月 差點到何師傅 和何小俠上來 就是忙在哪裡 有什麼做 其實最基本的 香港的武術 發展得很好 我們在校園裡 都有各種班 教學 教學 國際學校也有 國際學校也有 國際學校也很喜歡學 ASHK那裡 全部有我們的課程 雷雷的學校 其實是有學國術的 等一下問一下雷雷先 爸爸說了 教學 當然還有就是電影 電影 香港的電影 功夫是最好的 武術指導 武術指導 近年那個武術電影 又蓬勃 所以你們那個 因為學師傅本身 在電影的參與 都是很資深 對 指導多一點 武術的指導 對 現在包括舞台劇 也多一點 舞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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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但是舞台劇 聽上去就是很Broadway 很West End的東西 很西化 對 但原來我們的武術 不單止融入了 一些荷里活的動作電影 是 連一些國際的舞台劇 現在的Broadway 和DreamWork 都把現實版 都打上舞台 打上中國的功夫 白老會 白老會 對 白老會 其實這個是非常好的機會 宣傳我們的中國功夫 是 剛剛爸爸說 在學校教 對 現在你在他學校教 對 那你在學校 你要問問他 這間國際學校 你讀了多久 我讀了一年半 一年半 那你是不是第一天衝進去 就大喊一聲 我們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 蛤 有沒有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有一點失望 其實那些同學 但他們知道你是三州冠軍 是嗎 世界冠軍 他們知道的 但沒什麼 都是同學互相和平 沒什麼 我只不過是偶像 教年輕人 教年輕人 譬如說中國人 或者其他國家學生 有沒有什麼不同 對 外國的小朋友 比較自由散漫一點 真的會散漫一點 冷散一點 還有 我經常說 這樣說可能很搞笑 經常說 練武之人 看你骨骼精奇 真的練武的奇才 有沒有這件事 有 有 阿女兒 有個人版 有請教學 你脊身指揮一下 有什麼不同 來做一個護照 看一下 把經濟成做出來 是 其實這個位置是有 對 有一股氣是衝出來的 是 首先它的 請教作 動作 和它的意識 融為到一起 把我們的意識提升 是 即是精神氣融合起來 是 精氣神 非常重要 阿師傅 既然是這樣 小弟就膽敢不如請你千金 是 將你剛才說的話 化為武術 是 表演給大家看好嗎 好 兄弟 去 去 好 好 是 是 是 那小俠 是 靠你了 好 好 這套棍叫什麼名字 長棍 也是長棍 也是長棍 也是屬於北派 北派 那小朋友耍的技巧 和爸爸耍的最大分別在哪裡 不如跟觀眾說 它一 就是這裡 那些力是不同的 和身法都不同 是 力不同 即是靈巧一點 是 好 那精爺 你吃過夜粥 永慶 待會你 你指點一下我怎樣看 希童這套棍法 好 多謝何師傅 多謝何小俠 多謝 新年快樂 請主教 新年快樂 完成 二天 也是 能ヒート 做到 是 少 再 二手 鞋 鞋 鞋 這邊 你